在两千五百年前 我们伟大的佛陀 一直在度人 他有一次想度一个老夫人 佛陀呢到他家里去了三天 最后被这个老夫人三次都赶了出来 到了第四天 佛陀的侍者就是阿难 他说佛陀啊 今天我去试试看 我替你去吧 他就前往老夫人家里 老夫人看到阿难非常的开心 当成亲儿子一样 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给他吃 阿难不失时机的 把佛陀的这个功德和佛法跟他讲一讲 老夫人立刻就开始开悟了 脸上都放光了 阿难回来把情景告诉了佛陀 佛陀说 那个老夫人在阿难的颠簸下 终于开悟了 讲完这个话 佛陀其他的弟子都在嘀咕了 怎么师父您老人家 佛陀就给大家开始讲因果和因缘 因为佛陀非常喜欢讲因缘 果报给大家听 他说 过去有一事 我与阿难 还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有一天 我们出外游走 我走在前 阿难跟在我后面 突然飘过了一只死老鼠的臭味 臭不可当 我当时修行还不行 我就本能的用手扇了三下 后面的阿难看到路上的死老鼠 他不但不嫌弃他的臭味 反而心生怜悯 觉得这只老鼠好可怜 死在路上还被他的扁扁的 太阳又这么晒 真是太不幸 于是阿难就用他学了一点点的 大慈悲的东西 就好像像祈祷一样 在边上跟他挖了个洞 把这个老鼠埋了下来 佛陀讲到这里 意味深长的跟大家讲 你们知道 那位老夫人是谁吗 那位老夫人 她就是那只老鼠来投胎的 我过去是嫌她臭 我删了三下鼻子 所以到了她家里 三次被她赶了出来 阿难和她接了善缘 所以她见了阿难就欢喜 阿难给她讲什么 她都听 如果有人和我们不投缘 那就是前世有过缘结 我们明白前因后果 人间什么事情都变得云淡风轻了 你们想一想 有时候孩子跟你们不好 有时候你们和别人公司里的同事和亲戚和夫妻关系都是有因缘果报在里边的 所以佛陀当年就讲了一句 阿记说 假使百千劫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遇时 果报 孩子受啊 所以我们学佛人从现在开始要用善心转化逆缘 遇到人间讨厌和肮脏的事物 我们不要去厌恶它 而要生起慈悲怜悯心 如此一来 可得生生世世的淡定 可免冤冤相报的纠缠啊 感谢观看